莫慧琦 《治療衛生日》 《治療衛生日》 《治療社群制》 《治療衛生日》 福庚幾年跑了這麼多人的場地 有看到肌肉變遷 對這些場地的顯著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植物跟人 最大的不同是植物 它占人不能動 它忍是可以 今天天氣太熱,我是可以到室內吹冷氣 天氣太冷,我是可以把外套穿起來 可是植物它幾乎是不行 像以葉菜類來講,雨下太大,那根就藍了 如果雨不下,它就沒有水了 其實我們跑的生產人大部分 它對這幾年環境氣餘狀況 都會縮包生態多樣性,生物多樣性 然後像我舉例我們賣的那個鹽 那厚灣的海源 這幾年兩年台風沒進來 其實厚灣的鹽滷汁一天一天在減少 然後環境的海洋污染跟整體的狀況 其實也慢慢在改變海洋的現況 然後像它取這個鹽的時候 它是以春季下去取的 其實我們之前影片也講過為什麼是取春季的鹽 為什麼我們對這些生產者 那麼堅持一定要追蹤每一個生產者追蹤兩年 它的態度,它對環境的認知 它對環境的責任 它想要推廣了到底是什麼樣的生產文化 我們的永續性在哪裡 這現在其實它最重要是在這一點 可是光這些調查就要花掉很多的成本 然後可是消費者他只在乎一包鹽而已嘛 難道我們土地上這些的問題 環境上這些問題 跟這些食物都沒有相關嘛 那其實像之前有看到 其實你們都會持續性的寫一些報道 包含環境 包含食材 包含污染等等 那為什麼最近大家沒有什麼在做這方面的報道 其實我們追一個報道跟紀錄的話 都是像之前有一篇環境污染是紀錄兩年多 那你把我寫出去之後 當天就有10萬的點擊率 然後分享率也是蠻受到重視的 可是這報道一出來之後 我發現說 我們出了分話跟謾罵之後 我們有多少人願意去行動去改變 我花了兩年時間去寫這篇報道 是希望大家正視跟勇於發生這些問題 跟動手 我們請求政府去改變 最後這邊報道只換得了 贊助五千塊 兩年 那如果 社會 都沒辦法很正視跟重視 與行動這些事情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要改變我們的方式 從教育 或是從農地上去做些什麼 去從海洋上去做些什麼 其實大家有講到海洋 那現在漁業枯竭的問題 其實也漸漸被大家抓紙 那為什麼會造成漁業枯竭 或者是血汗移工這些問題呢 其實很多的 團體在談漁業枯竭的問題 其實我會建議說其實真的要上過漁船 瞭解我們整個的經濟結構 消費結構 我上過漁船去跟過漁船 幾乳不同的漁業方法 我後面瞭解說 如果我們要便宜的漁 我是一個船東 我補一趟魚只能賺一百塊 我自己當然要拿最多 那我給魚工人給多少 像我們在海上作業的時候 現在魚 真的看到魚過來了 就必須得起床 而不去改變我們的消費 正在造成人權的問題 而去檢視這些船東的錯誤 當然也有不理想的船東 這是不可否認 可是我們不能用個案來變成通案 很多船東其實它是很努力的在 漁工人權上 可是我沒辦法獲得好的經濟 我怎麼給它好的生活 大家都想要一條幾百塊幾百塊的漁的當下 那漁業跟漁民的權域 它一定是受到剝削的 這跟農業史一樣的 我們在談土地的農地農用的當下 那我們從來有談保障農產品的收益跟價格嗎 我們住在農村的小孩 我們看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今年收購的稻米是八點二塊 交多少虧多少的中空下 那為什麼沒有人保障我們農產品 那我在種這些田的當下的時候 或是其他老農在種這些田的當下 他會不會會行 他並沒有做錯什麼 可是這東西是消費者到底 願意花多少錢去支持台灣的土地 你要消費到正確的地方 台灣的土地才能去撼衛 而不是我就是要騙你東西 然後我又想要撼衛土地這樣子 這到後面乃滋是成為一個化妝的產品 那你跑那麼多產品 或者是你會觀察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況會造成說 為什麼量子浪費都會在原頭被浪費掉 其實量子浪費在原頭是在FAO裡面就很缺缺的說明這件事情 當然很多食物銀行在覺得浪費的時候都是在做冰箱 然後設置其他一些跟通路合作 然後說我在通路覺得浪費 當然那是其中一段的過程 可是當你加工的越多的時候 所造成的浪費是越多的 食物源頭所造成的浪費是你最後的加工的過程 到處都丟掉或者是浪費漆掉 所以供應的浪費不含生產源頭浪費 生產源頭你光一個農作的生產 水、北料、石化基居還有其他人力物流 這些其實都是你生產掉的東西 像今年這幾年的台灣的那個農業 農業崩盤的時候根除的狀況 這些東西其實它並沒有好與壞 可是到後面生產過剩了 它就必須得根除 可是我們回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們會產生這些問題 為什麼我要去解決源頭浪費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在於基礎上 我們大部分消費的源頭浪費是不被看見的 甚至我們常在產地跑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有些很醜的 因為通路要的是很漂亮的水果 所以我們對一個東西買到要求越嚴格的時候 在源頭所浪費就越多 甚至說我們要求的東西 越來越精緻的時候 我生產端就必須得更多更多的包裝給你們 而這些東西對所謂的環境的成本是存在的 不管是這些包裝、運送、資材 或者是它的澆灌、成本 其實它其實損耗的是更多地球的資源 它不是只是說我是浪費糧食而已 那其實跑的這些過程中 有沒有觀察到分數 就是環境污染它跟糧食事實在 就是有什麼樣的資金是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我跑過 原本我們也是不跑環境污染的 那是一個農民請託之後我們開始在了解 我們在談有機、無毒等等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曾經問過說 那你的水溝為什麼是漲的? 你的地下水抽起來是什麼樣的? 那你周遭環境是不是曾經有環境污染? 我愛事業廢棄污染 我們是一個工業的國家 與工業基礎為經濟的國家 我們每一個工業所產生的大量廢水 事業廢棄污 最終都到哪裡了? 我們追過屏東仿鳥 旁邊養那一個五花魚 就垂田事業被吸入在那裡 下風處的魚 漁溫的魚都死了 反正 最後那些東西 中金屬物質都流到 北市溪下面 所以我們水又抽上來 灌乾漁溫 那裡的問題大家都心知肚明 可是大家都是 不要說就好了 然後這些東西就繼續讓大家 運送到全臺 讓大家吃好 然後再回歸到說 像我們紀錄另外一場是回田 也是回田廢棄的 旁邊是之前著名的拱物浴場市 中間就在養鴨 我們在調查這些案件的時候 鴨龍就跟我們說能不能不要保 它有印象生計 後面我們都只能輕描淡寫去寫這些東西 而在我們探討食物跟環境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可以把它分開 可是我們到現在為什麼我們的農業 就是被關輸成為一張認證 也許可 這就是一切了 這個生產者他對土地的守護 對土地的觀念 消費者對這個生產者怎麼支持 我支持他不是他的作物而已 而是他還會去捍衛這塊土地 支持這塊土地 那副面的他是想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就像在生產者或在消費者之間 加起什麼樣的溝通和橋爺 或活動的模式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在做環境 不管是環境源頭的紀錄 氣候變遷的狀況 然後再來是在說 土地污染的問題 或是為農民去發生 或是漁民 我們是希望是為大家搭起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不能再走向一個量化的行為的經濟 當然量化還是有它存在的 目前存在的價值跟意義 可是當我們消費者想要買到更好的東西的時候 更符合你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要共同跟生產端 組成一個合作經濟 有一條漁船 它可以供應四個家庭 它是延伸釣的 那是不是有四個家庭來支持它 我們來監督它 也來教育消費者 或是分享給每個消費者 什麼是延伸釣的 什麼是抵托 它其實每個漁法並沒有它的好壞 因為它的經濟問題 然後或者是農場 它原本是集約式的 它現在把它的地 換成多陽市森林市栽培的話 它有水果有蔬菜 它可以提供可能四十個家庭 四十箱蔬菜水果香 那是不是有四十個家庭願意支持它 這樣通過我們再去監督它 監督它的林田 監督它的周遭環境 監督它的水的來源是哪裡 這樣第一 我們靠的不是一張認證而已 而是一個互相合作 來共同組織 經營這間公司 它是一個開放式的合作社 它是一個合作經濟 它是分散的 大家都可以說 我退休 我也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我也可以加入這個平台 我種了菜 我也可以把它賣出去 我養了雞 養了蛋 生了蛋 我也可以把它噴槍出去 然後在這個模式下 其實慢慢慢慢 讓更多年輕人 來投入這些環境工作 汽油工作 可是他們怎麼生存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只是 消費者只是一直在 談不論說這些問題 是沒辦法改變 一個大環境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要把這些問題 丟給下一代嗎 我們不能丟給下一代 可是我們可以讓更多 真的願意改變下一代 一起出來解決 他有攝影的裝廠 他可以專做攝影這一段 把環境的現況記錄起來 分享出來 他有跟做生產的專廠 他對環境的認識很足夠 他可以專注在生產這一段 帶領更多人去做專業生產 獲得他的收益 可以帶領更多農民 他有專業在銷售上 在社區 他也可以加入進來 再做這一段 讓每一個東西 是可以連結起來的 而不是在於說 我們只是真的一直在說 環境就是越來越惡化 氣氧就是越來越熱 我們都沒有辦法 我們必須得創作出工作 經濟 它才能重新再回歸說 透過這些人去努力 到後面 我們如何去引發更多人的改變 這一百個工作 我們如果創造出來 如果沒有消費者 我們創造不出來 如果沒有生產者 我們創造不出來 如果我們不去 把這兩端找出來 我們創造不出來 這才是合作 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合作社 一個在網路時代下的合作社 一個我們可以改變的合作社 那其實像會不會我們已經在這種環境下 走了一段時間 那有沒有想要對 之後想要投入這個環境的一些 年輕人 不管是年輕人 或者是想要努力的人 說些什麼 其實很多人探討環境的時候 像現在才是充斥的人 對一個問題 想要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批判跟謾罵 先入為主的分化 A分B的選擇 面對環境的問題 還是要回歸一個基礎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它到底演變是什麼 那我們需要改變什麼 或是我們需要做什麼努力 或是是 不是只有我努力 或是怎麼讓更多人一起來努力 我們在每一個人心中 撒下一顆種子的時候 他不管發不發芽 終於一天他去到適合的地方 發芽他適合的事情的時候 他總是會長出一顆樹起來 如果你都不去撒下一顆種子 他永遠不會變成一座森林 可是每一個人如果都抱著說 那個那個沒好 我時常聽見這句話 那個就怎麼樣 可是 你可以 你可以這樣消極地看待這些問題 你也可以點亮一根蠟燭去照亮別人 這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從 我們的消費去支持農地的 我們在談農地爭議 那為什麼不從我們的消費開始 去做有意思的消費 去做聰明的消費 在消費當下不是說 我只是害怕得癌症 我就在吃無毒 而是我在消費的時候 這個農民 他勇敢的出來捍衛 這他們的家鄉土地 這農民會勇敢站出來 捍衛大家吃的食物的 源頭的狀況 我們要支持的是這種人 我們要支持的是這種生產者